更新的技术叫F5G 那我知道很多人 其实对于这个词 这个技术来说 是一个新的盲点 F5G是什么 我相信大家可能都知道 5G是无线网络的 第五代通信技术 那F5G加了一个F 全称就是固定网络的 第五代技术 有三个特征 第一个10倍的提升 是网络带宽 第二个10倍的提升 是连接数量 那第三个10倍的提升 是网络体验的提升 F5G它的网络时延 降低了90% 在我们最大的工厂 就是图兽基地 我们全部导入了 F5G的一个技术 目前已经在使用状态 从汽车行业的 使用角度来看的话 基于它的高带宽的 低延时这样的特性的话 实现了它给用户 带来的良好的这种体验感 F5G全光网解决方案 其实可以赋能 千行百业 港口调调的超远程控制 也应用了F5G的技术 百公里以外 延时达到了百微秒 F5G全光网的 可以使得配电 自动化的效率得到升级 其实有的时候 我们的想象可能已经 跟不上技术的发展了 二十五年之后 我认为了 我认为了 三十五年之后 两十五年之后 三十五年之后 我认为了